文明之间有益的经验 各位同事 各位朋友 面对动荡变革的世界 本届一和组织外长会聚焦 结伴实现团结 公正发展这一主题 反映了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共同心声 中方愿意同一放一道 倡导真正的多边主义 捍卫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原则 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 在追求民族复兴的道路上 风雨同舟 携手同行 中国愿意同伊斯兰世界 建设四个伙伴关系 一是做团结协作的伙伴 相互坚定支持彼此 捍卫国家的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 坚定支持彼此独立自主的 探索符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 坚定支持彼此维护自身的正当发展权益 和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共同利益 二是做发展振兴的伙伴 继续团结抗疫 下阶段中方将继续向伊斯兰国家提供三亿剂疫苗 助力各国构筑健康防线 我们将其高质量 共建一带一路